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齐游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如何通过饮食限制来延缓我们的衰老 延长我们的寿命 在追求抗衰道路上可以这么说 饮食限制一直被奉为是金科玉律 也就是也是抗衰的一个热门话题 但近日在世界顶级的期刊Nature 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真实的揭露了如何应用饮食限制来抗衰和延兽 为了更贴合人类情况 这次是使用了960只多样性的杂交小鼠 随即的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热量限制20% 第二组是热量限制40% 第三组是每周进食天 第四组是每周进食两天 最后一组是正常的饮食 把小鼠分成这么五组 最后得出结论是什么呢 程度越高的饮食限制 延缓寿命的效果越好 那么我们依次来看 40%的热量限制要大于20%的热量限制 要大于两日限制饮食 大于一日限制饮食 大于正常饮食 那么各组小鼠的中卫生存时间 分别是34个月 30个月 28个月 27个月和25个月 最长的这一组是最短的1.363倍 也就是说饮食限制越高 40%的饮食限制 平均每天少吃一顿饭 它的延长寿命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研究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各组的饮食限制开始的成长期 小鼠体重的确和寿命存在负相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负相关是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最后在24个月龄时 特地扭转为正相关 什么意思 在年轻时中年时 那么饮食限制能够延缓衰老 延长寿命 但是到了老年期以后 如果再强化饮食限制的话 这个时候往往会缩短寿命 在小鼠中老年压力测试中 压力会使小鼠消瘦 而只有那些能在压力中坚持住 不降低自己体重的小鼠 才能享有更长的寿命 顺便一个问题 代谢并不是饮食限制 和延寿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么什么才是饮食限制 延寿的主要桥梁呢 什么才是关键呢 免疫方面是关键 比如说B细胞 效应T细胞和炎症单核细胞 它的相对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积累不断增多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成熟的NK细胞 还有失酸性粒细胞 和它的总比例啊 包括淋巴细胞 它的总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那么饮食限制呢 特别是40%的热量限制 能够使成熟的NK细胞 能够使失酸性粒细胞 循环B细胞和炎症单核细胞的含量 发生显著的影响 所以说炎症的 我们的饮食限制 更多的是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把免疫系统重调节平衡 进而达到抗衰延寿的这么一个目标 第二个在血血方面 红细胞的性状 包括血红蛋白 血细胞的比荣和红细胞的技术 它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的下降 而饮食限制也解决了这一问题 所以说中老年人 过度的减肥是不科学的 那么适当的饮食限制是延寿 或者是抗衰老的一个关键 但是千万不要去寻求过度的减肥 如果适当的饮食限制 适当的控制饮食可以延寿 但是过度的控制导致减肥的话 就会也减短它的生存期和寿命 所以有一些文章就已经报道了 那么往往什么样的老年人寿命最长呢 往往是偏胖的老年人 他的寿命才是最长的 关键就在这 所以老年人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过度的寿 而去严格的控制饮食适当 齐游医生反复的说过 适当适量永远是最重要的 好 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齐游医生工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